對於郭彥均說很多孩子都走了 您認為這句話是不是謠言 不算是謠言 綠營的很多側翼網軍 不停在圍剿郭彥均 曾經您說您是墨綠的 你會不會對現在的民黨感到失望 失望也不是因為這件事情 對於民黨的這些做法 你個人是能夠贊同還是不贊同 民進黨的智聯裡面沒有認錯這個智聯 他們就是會嗷落底 正確的講話說 我就搞不清楚他們到底在趕著我 好吧 郭彥均的事情 市長我想問一下 對於郭彥均說很多孩子都走了 您認為這句話是不是謠言 您認為這句話是不是謠言 不算是謠言 認為不算是謠言 不算是謠言 但是相對很多的非綠營的人士 都對這事情很憤慨 我相信不管是您副市長 還有所有藍營的議員等等 都非常不能夠接受這句話 然後被中央來抹黑 來認為是謠言 可是相較於綠營的首長 包括蔡英文 他的莫不吭聲 當作沒有事情發生 蘇貞昌他說什麼 他說要就責查辦 綠營的很多側翼網軍 一直不停地圍剿郭彥均 對於這種行為 他們這種抹黑的行為 曾經您說您是莫綠的 您會不會對現在的民進黨感到失望 失望也不是因為這件事情 那您這件事情會讓您更加的失望呢 因為您自己陳述過您是默綠的 代表您對於民進黨之前您是非常的有同理心 甚至是站在他們那邊的 可是如今發生這種冷血無情的事情 您對於蔡英文 蘇貞昌 以及所有綠營民進黨 相關從事公職人員的這種態度 您會不會感到失望 不是啦 我是說網軍玩過頭 總有一天會遭到報應 這是我的態度 真的 玩過頭的 那這件事情上面 關於這件事情 就是郭彥均說很多孩子走了 對於這件事情的回應 蔡英文 蘇貞昌 還有綠營相關的政治從業人士 您對這些人 您是否會對他們的回應感到失望 這個事情是這樣啦 我倒覺得是這樣 這一篇文章是沒什麼問題的 但是說什麼內容農場轉載什麼什麼 那個要另外查 但是我覺得很多東西 就是政府也要有自信 市長我覺得您現在應該態度要出來 因為根據您寫的文章 您怎麼寫那篇文的 您說如果今天不講話 明天就輪不到你講話了 所以對於這個事情上面 對郭彥均這個事情上面 蔡英文的態度 蘇貞昌的態度 民進黨很多公職人員的態度 您是否感到失望 應該這樣講 您會覺得失望或不失望 為什麼您會覺得失望 對於這一篇文章 且這樣也不用反應那麼過度 我倒覺得 我說他們的默不堪稱態度 你會覺得失望 你認為他們應該要拿出更強力 來譴責態度才對吧 不是嗎 不是 其實這樣 對於這種疫情 有死傷 總是不必要 所以 市長您現在是有點退縮歸縮了嗎 不是啊 你寫文章的態度的時候 應該不是這樣子 你是直接用很強烈的批評 甚至比我們國民黨的朱立元主席 更強烈的批評 來講這個事情 但是我親自問你的時候 你居然連失望兩個字都不敢講 是代表您被他們收買了 還是不想與民進黨蔡英文為敵呢 不是啊 我覺得是這樣 寫這種文章不用反應那麼激烈 什麼要查辦幹什麼 不用 但是也不用去一大堆人去自首 也不必要 我就覺得 都 我覺得說 對 那蔡英文的做法 跟蘇貞昌的做法 您認為如何 蔡英文根本沒有做法 沒錯 所以我才問你 蔡英文根本沒有做法 默不堪稱的態度 你給的評價是什麼 問題是她也不見了 每一件事情都有表態 這個事情很嚴重吧 這個事情很嚴重 這絕對不會是小事喔 她完全不表態 您對於她不表態的態度 尤其是您可能想要去參選總統 如果是您 您會這樣做嗎 我跟你講 對我來講 基於醫學上 實務上 該講我都講了 可是我每次講 也是被打得鼻青眼腫 我現在想說 你後面還不是趙操 趙操 可是還是把我K的一塌糊塗 你這個真的回答太遠 現在我只要問你 對於民黨這些做法 你個人是能夠贊同還是不贊同 對於這個事件的操作 到現在的態度 你個人 你只要回答我 您是贊同還是不贊同就好了 這也是我們 民進黨的字典裡面 沒有認錯這個字 所以這也是很麻煩 所以你覺得他們就是這樣子 他們就是會拗到底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 其實這一篇文章本身是沒什麼大問題 還好 不用反應這麼激烈 所以你也是替郭彥均來做相關的聲援 我是覺得不必要 不必要一個行政院長為了這一篇做這個動作 我覺得奇怪 如果用這個標準 那我們每天被K的 不是更冤枉的 市長我個人希望 畢竟你之前的文章寫出來 包括黃副市長的講話態度 都很明確的 不能夠認可中央這種做法 那如果您還不敢直接表達出民黨感到失望 是代表您還希望之後選舉拿到民進黨的票嗎 因為我現在只問你 民進黨不是說之前的事情 我不管之前的事 單純民進黨針對郭彥均這一件事情 你會不會對於民黨的做法感到失望 這一件事情就好了 這一件事情 這一件事而已 我應該是正確的講話說 我都搞不清楚他們到底在幹什麼 好吧